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继续学习 变态犯罪心理 变态心理当中 最为严正的一类 我们称之为精神病 精神病是心理障碍当中 最为极端 最为严正的一个类别 当真正出于精神病状态时 而实施的侵害行为 或者破坏行为 由于行为人本身并不具有主观故意 或者主观行为控制能力 所以从刑法学的角度来说 它并不是犯罪 我们这里是采用犯罪学的广义的概念 把它称为犯罪 或者更恰当地称为反社会行为 何为精神病呢 精神病就是人的内心的精神状态 出现了极端的状况 使得它行为人主体 不能很好地来辨认自己的现实状态 不能很好地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所以我们把它列举为最主要的 叫认知障碍和意志障碍 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情感障碍 也就是说 从大的标准上来说 怎么来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人呢 他是不是具备了认知障碍的特征 是不是具备了意志障碍的特征 把它列举成为精神分裂症 偏执性精神病 情感性精神病和反应性精神病 这在临床上是可以明确把它划分出来的 我们这里也可以联想到 我们在前面所学习的 能格障碍当真 甚至是神经症当真 也能看到类似这种症状的影子 比如说偏执性 在神经症当真 更多体现是什么呢 强迫症状 那么偏执性在人格障碍当真 也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类型 叫偏执性人格障碍 情感性反应性 都有类似的这种对应性 这是他们在程度上 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 我们就称之为 他认知上出现了障碍 情感上出现了障碍 意志上出现了障碍 而出现了统一精神世界的混乱 不可控制性 那么精神病患者 这种反社会行为或犯罪行为 它具有一种非常突出的恐怖性 就在民政的心理当真 是觉得它很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精神病人实施的这种破坏行为 大多数具有非常明确的 强烈的本能性 所以它造成一旦发生这种伤害事件 破坏事件之后 让人感觉到非常恐怖 仿佛是不可控制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 个体遭受精神病患者 暴力袭击的可能性 要小于来自正常人的暴力袭击 也就是说如果从概率上来说 你受到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侵害 可能性是较小的 更有可能是受到一个正常心态的人 对你逝世的袭击 这里面就提示 实际上精神病人 犯下各种暴力罪行的比率是很低的 西方有个统计 大约多低了 在各种暴力罪行当中 精神病人否犯下比率只有3%到5% 而且精神病人诚心犯罪率也较低 美国以3到5年 作为一个统计的一个限度 发现他们的诚心犯罪率只有3%到5% 我们平常人常态心理下 实施犯罪之后 罪犯 刑满释放之后 诚心犯罪率大概有多高了 显然是明显的高于这个比率 据2007年 我们国家官方公布的数据 我们国家犯罪人 诚心犯罪率是6.8% 至少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说 也比这个更高 实际上 很多学者 或者临床实践 临床 实法实践的工作者认为 实际上要高于6.8%的诚心犯罪率 大约多少了 有些学者包括监狱系统 他们的经验上的统计 大约是20%左右 当然是两个数据有比较大的差异 而西方的公布出来的数据 一般大约也是在20%到25% 就诚心犯罪率应该是这么高 当然有的人说是我们国家 实施改造的效果比较好 所以比较精确统计出来的 这个同性犯罪率是没有西方国家那么高 这是这么个差异 以美国1998年 这个凶杀案案件举例 美国在1998年这一年当中 更发生大约17000起凶杀案 其中由精神病患者实施的凶杀案 3% 也就是说其中只有较少的一部分 是我们以为 同脑中印象中以为可能有较大的比例 是以为精神狂妄的人实施的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大概的比例 3% 3%到5 这是一个在各项统计当中 比较接近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那么我们先以代表性的精神分裂 来说明一下这个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病当中 最突出的代表 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精神病 在临床上可以被争断为 非常明确的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直观上名称上可能以为是他精神上 分裂了 内部世界之间分裂了 实际上主要不是的 它是自己的内部世界之间不调和 不协调 第二个是和外部世界之间相脱离 是这么一种分裂的状况 就内部是很混乱的 而且这种混乱状态又和现实之间 是不是相联系的 比如说 幻觉 妄想状态就是如此 他以为自己想的东西产生的观念 产生的幻觉就是真实世界正在发生的 是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形象成为叫精神分裂 美国在1994年公布的数字 大约是2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们国家整体的精神病患者 1600多万 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 应该是比较整确 应该只会比这个数字多 不会比这个少 那么其中呢 有800万左右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那么精神分裂症患者 最典型的临床的症状是什么了 幻觉 幻觉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描述为 是一种错误的知觉 就是可能外部有某种刺激物 但他把它觉知为是一种 另一种觉知的状态 比如说他听到了某种声音 闻到了某种气味 或者说没有出现了某种刺激 他反复也觉察到了这种印象 那么他和另外一个 很容易混淆 但实际上很不相同的 是幻想 幻想是一种错误的 或者非理性的一种观念 就是我认为这样 偏则的认为这样 叫幻想 无端的产生的 我就是有这种想法 那么幻觉 往往它是很类似于我们 所看到的 听到的错觉 但它不是幻觉 但它不是错觉本身 幻觉多数情况下 它是无端的产生的某种感觉印象 比如说我听到了某种声音 实际上没有声音 但它听见了 听这里你在说我的坏话 我看见了一个人 要来迫害我 实际上这个人没有 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感觉印象 这是他典型的临床症状 当然也可能体现在别的方面 具体的比如说认知障碍 意志障碍 但最典型的 但最典型的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幻觉和幻想 精神分裂症现在还是一个非常人类医学上需要去解的谜团 虽然一百多年来人类发现了很多和精神分裂症相关联的一些因子 但是现在要整体上非常清晰的来描述或者预测这种症状 或者某一个人的症状的发展 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并不排除人们还可以发明了很多症的应对措施 比如说在治疗方案上是多症多样性的 有的还是比较有成效的 这个探索的过程是在持续 当然这个谜团还要持续解开 比如说比里面涉及到遗传基因子 现在基本上来确定 遗传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过程当中 所具有的负荷力大约是40%左右 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铜卵双生子 双胞胎其中一个得了某一类型的精神分裂症的话 也可能另外一个大概有多少的可能性会得呢 因为它基本上遗传基因子非常相似或者认为相同的 大约是40%左右的可能性 一个方面也就是它的负荷量是比较大的 就是如果一方得了 另外也而且是得同一整的 可能性有这么高 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 为什么只有40%呢 因为它基本上相同或者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 为什么它得了 另外一方没有得了 也就是说还有很多早期经验 或者说其他的社会环境 比如说挫折因素 在里面所发挥的作用 从整体比例来说要高于这个遗传基因子 这是两个方面来说 一个方面它确实是很强烈的影响力 因为这种40%的解释力是很高的 就比其他一些疾病的解释力 要遗传基因子的解释力要高 第二个是强调的体质性因素和压力因素的相结合 就我们两者之间怎么 就不是独立的两个两类因素在发挥作用 各自发挥作用 不是的 就这两种东西 如果它遇到了某些和它相匹配的 强烈作用的 那么有可能会助长这种消极的遗传因子 有的可能会抵消它 或者说阻碍它的 这种出现这种消极作用 讲究这种相互作用 那么还有一个是自己的主动性很重要 就自己主观上的认识 怎么去调节它 怎么去应对它 怎么去寻求帮助 这种组织性的影响 它强调大脑功能问题 那么也就是更细了 人类探索问题的脚步很相似 一开始是大范围的到小的 到很细微的到深入的 比如说大脑功能 曾探讨它的功能区 到更细微的 某些小的具体的功能增速增心 到具体分子水平的 到更细微的 分子细胞水平的 到更细微的神经介质 或者它的传导机制上 越来越细微化 那么从这个发展的过程来说 都主要很强调 遗传因素和早期创伤经验 对引发精神分裂症当中的作用 但是现在有个新的倾向 就强调家庭的人际关系冲突 认为会加剧 这个已有消极的 这些遗传因素 是它扩大化 激化这种啊 复兴的这个力量 这是一个认为是一个 助长的因素 就消极的家庭冲突啊 会加剧这种啊 病情的发生 所以在治疗上 现在因为比如说前面这些遗传因素 这个人类的干预性很有限 但是家庭人际关系是 比较好调节的 比如说所谓家庭的互动啊 作为一种良好的 这个人际关系来阻碍 或者说延缓这个症状的变化 那么从现在来说 我们把精神分裂症 可以分成很多类型 那么人类对这种疾病 认识现在还需要继续探索 但是在措施上 有很多方法治疗的手段 现在整体效果如何呢 大约是这么个状况 大约 假如这些患者 都去接受人类最好的技术治疗的话 我们先排除所谓的这些资金啊 其他用法 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 能完全康复治疗好 就人类现有的技术水平 另外三分之一 是可以使他们达到生活治理的程度 就不是完全康复 但是基本的生活会解决 也可能生活质量不是特别好 但是可以基本解决生活治理问题 另外三分之一 即使花最大的努力 最好的资源去干预去治疗 人类对它没有办法 这是人类现有的 对这一类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现状 这里面还不过说其他的限制 比如说你国家的资源 医疗条件 经济基础 因为治疗这个过程比较漫长 费用也比较高 人家庭 医护人员 监护的这个 这个努力 是要比较长久的 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才能实现的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比如说我们国家 在整体资源 都治疗资源 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 在精神疾病的治疗当中 尤其显得更加突出 这是个现状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在一些街头当中 有流浪的人 实际上或者说家庭 这个无法去给他医治的 其中就包括这部分 就是他没有足够的家庭的资源 能力去帮助他们 实际上这正是 社会较底层的弱势群体的代表 因为这些人最需要帮助 那么这是一个 说到的相应的一个社会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 如果是没有办法去积极帮助他 没有有效办法 或者说另外一种更消极的 犯人自流 那么这些人有可能 生活质量非常差 甚至是自生自灭 还有的呢 其实会引发和其他人的冲突 有的甚至是暴力冲突 虽然刚才我们讲到 他犯罪性对他人的伤害性 有可能比他的自我伤害性 是更低一些 就是他自我的伤害性更大 但是确实也存在部分 会产生本能性 暴力性的冲突的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把这个精神分裂 正分为单纯型的 青春型的 妄想型的 紧张型的 还有其他混合在一起的这种类型 单纯型的更多 他的危险性是 当他发便之前 周围的人包括家人 并不知道他有精神分裂症 更多表现类似于 精神患上 或者不太努力 或者说觉得 这个人比较懒散 这种情况 最初的症状 并不一定很清晰的 就是我们说 有幻觉幻想 也可能是表现出 一种退化的这种情况 青春型更多是指向的是 为什么叫青春型 就类似对异性的 过分敏感和追求 这种本能倾向 所以民间也把这个 叫做花痴 就这种完全是指向 对异性的 纯粹的性本能的 这种一种表达 这么一种行为倾向 动物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么和违法犯罪之间 关系最密切 也就是可能对 他人对社会破坏性较大的 是这种幻想型的人 幻想就是一种错误的 或者非理性的 一种固执的观念 而且是往往突然之间出现的了 没有理由 但他就是偏执的 相信这么一种观念 所以来指导他内心世界 对他来说 他是非常逼真的 这边我们观察者和 评判者的围 你这是完全主观想象出来 但他对他来说不是的 这是非常逼真的 非常真切的 所以对他内心有驱使力量 那么偏执型的最主要表现在 也可能是以妄想表现出来 更主要表现在是思维障碍 偏执的思维障碍 突然偏执的有可能是慢慢形成的 他的生活习惯就这样 越来越远化 而前面纯粹的妄想型的 他可能是突然出现的 没有特别的理由 大概可以分为 根据系统性的差异 可以分为偏执狂和略偏狂 那么情感性的精神病 它主要是表现在 叫做躁狂和异犹状态 这两种状态 或者这两种状态的交替出现 躁狂 就是我们说这个人 是个躁狂症 很兴奋 不能自我控制 表现为叫三高连症 什么高呢 思维很飘逸 就活动非常快 经常我们发现说 精神病人啊 他可能说话不连贯 或者前言不达后语 实际上对他自己来说 是很有逻辑性的 这是他表达出来的时候 表达的速度 跟不上他思维的速度 所以叫飘逸 他非常快 当他说出来的时候 说到这个 他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来不及表达这个连续的 所以表达 别人听起来听不明白 但他对他自己来说 叫思维的兴奋 思维高涨 第二是情绪 很高涨 很兴奋 不能抑制下来 就是很少看见 狂躁症患者很安静 第三是 行为很躁动 就自己呀 手无手道啦 包括言语上的 这个滔滔不绝 所以真正的一个兴奋症患者 他要和你讨论问题的话 你根本是没有时间插嘴和他对话的 他更多在自己表达 没有时间插上你 让你说话的 所以 思维高涨 情维高涨 快速 言语和动作上的高涨 这叫三高 和他对应的是另外一个状态 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 叫抑郁状态 三低 思维很迟钝 甚至是很 木纳 好像是非常平静一样 没有什么想法 问他一个问题 可能半天都没有回答 好像没听见一样 言语非常安静 比如说坐在这个地方 也可能可以坐一上午 一个动静都没有 语言 你刚才讲的 很木纳 反应很迟钝 三低 那么 躁狂症患者 更多是产生 直接和别人的冲突 比如说他认为 在其他症状的眼下 认为你伤害他 他会和你 这个常生 人际冲突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产生 更严烈的暴力的伤害 他就是冲突而已 那么 义友状态 一般来说 他怎么会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他就是内心很焦虑 很痛苦 很压抑 义友状态 往往伴随的就是焦虑 表面上是很安静 实际上内心是很紧张的 他的和犯罪之间 最大的关联 应该是在这儿 叫自杀 人说自杀 他不是违法现象 也不是犯罪 他这是一个越轨现象 怎么会犯罪联系在一起 危险的在下面 叫扩大性自杀 就这些患者 到极度的失望的情况下 他会产生 亲生放弃生命的想法 这种放弃生命的想法 他会扩大 不仅仅是自己放弃生命 他认为自己自杀生亡之后 他需要他赡养 扶养的小孩 亲人 老人 他觉得非常可怜 所以我在自己自杀之前 必须把他们的困境解决了 怎么解决了 就把他们杀了 叫扩大性自杀 比如说也叫家族性自杀 他是出于灵敏之心 去可怜他们 所以首先把他们杀了 那么这个往往的悲剧 是非常惨念的 因为家人往往没有任何准备 没觉得 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 他中火了 或者说 在做的这个饭食里面 他下毒了 或者其他的威胁 没有准备 往往是很危险 所以异忧的状态 并不所有人都会自杀 这又非常极端 很严正的 大约认为 有五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人会自杀的 就很严正的异忧症患者 那么 在临床上 这两种症状 不一定是单独出现的 它两种会交替出现 叫双向心理障碍 两项的双向心理障碍 就是躁狂和亦有交替出现的 有个周期 所以这里我们看出 它所谓的反社会行为 主要它不可控制性 内心的躁动不安 或者过度压抑 交替出现的 就会双向心理障碍